他掰下一根异形的爪子 随后将血液滴在了对方的头骨上 没想到毫无反应的血液在落到地面上 竟瞬间腐蚀了一个大洞 二翠看后立马理解了对方的意图 于是刀疤一把切下异形的头骨交给了二翠 接着他又切下异形的尾巴 拿起一旁的烧火棍绑在了一起 就这样二翠左手迟钝 右手握毛 二人组成了一支短暂的联盟 接着便一同朝着金字塔的内部跑去 与此同时 地底身处的异形女王突然换来了大量小弟 只见他们爬上女王的身体 随后便开始了疯狂输出 没想到在女王血液的破坏下 他身上的铁链竟纷纷腐蚀惯裂 于是下一秒 这支被铁血一族囚禁了数千年的异形女王 终于重见天日 紧接着他挣脱束缚 带着一群小弟便打算前去寻找铁血战士复仇 而另一边 刀疤和二翠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墓室 只见地上摆满了异形的虫卵 而墙上赫然正是那些失踪的队员们 只不过此时他们都早已领了合反 谁知下一秒 二翠就发现了还有一丝气息的大壮 他立马欣喜地想要将对方救下 却不料这时刀疤竟突然将他拦住 原来他发现大壮体内早已寄生了异形 显然不久后他就会破体而亡 于是为了避免异形成功孵化 最终二翠还是含泪送走了对方 没想到还未发育完成的异形幼崽还想作妖 结果就被刀疤一把抓住当场 送他引荷了西北 放任不管那这些暴脸虫迟早会成为毁灭人类的一场灾难 眼看一些暴脸虫就已经呼之欲出 铁血战士没有丝毫犹豫 立马启动了手腕上的定式核弹 设置好倒计室后便丢在了虫软中央 随后二人便快速地朝出口跑去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乘坐电梯返回地面时 一只异形突然从天而降 瞬间打落了刀疤肩上的武器 好在危机关头 二翠果断拿起一旁的机枪一把打爆了异形的弄 但下一秒更多的异形也纷纷杀倒 于是两人急忙跳上电梯 终于赶在核弹爆炸的最后一刻返回了地面 只见一阵爆炸过后 整个金字塔都被炸成了一片虚无 而所有异形也都被消灭殆尽 两人看着眼前的一切 以为狩猎一事终于告一段落 这时刀疤摘下面罩 终于露出了他帅气的盛世容颜 随后他拿出异形的断指 同样在二翠的脸上留下了他们一族象征着勇士的印记 然而就在二人四目相对寒情默默时 异形女王竟突然冲出地面 没想到强大的核弹都没能将他消灭 眼看对方即将杀到面前 刀疤立马掏出飞镖开始不断攻击 然而他只顾着输出却忘记了走位 结果下一秒就被女王的一尾巴打飞 随后女王压制住刀疤 伸出尾刺就准备送对方隐恨 危机关头 二翠及时从鞋刺里杀出 一毛捅进了女王的脖子中 女王瞬间吃痛倒向了一边 但转头他就将目标对准了伤他的二翠 好在关键时刻 恢复过来的刀疤再次打倒 一个帅气的跳跃瞬间 他的女王找了招备 紧接着机智的二翠捡起拴住女王的铁链 就要将他绑在即将倾倒的水塔上面 刀疤健壮也立马赶来帮忙 然而就在他绑好的瞬间 女王的尾刺也同时击穿了刀疤的胸口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二翠果断捡起铁锹掀翻了水塔 这才带着一行女王一同坠下了冰冷的海水之中 一场危机终于成功解除 但铁血战时刀疤也因为受伤过重而当场隐恨 就在二翠伤心的欲哭无泪时 一旁的铁血长老突然显露身形 紧接着铁血一族的巨大飞船也瞬间解除了隐身 这时四名士兵走上前来 抬走了刚刚牺牲的刀疤尸体 而铁血长老在看到二翠脸上的印记后 也瞬间明白了一切 随后他收起手中的兵器将它郑重送给了对方 接着长老一个帅气的转身 潇洒地走进了飞船并迅速离去 而二翠也最终幸存下来 打算去五八同城上找一份新的工作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在飞船起飞的那一刻 刚刚死去的刀疤却突然动了起来 只见一只带有铁血基因的异形破体而出 看来另一场更大的血雨腥风又将在所难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